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请不要订阅该频道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吃西瓜的剑环师 很高兴又来到了我们摆明AV女优故事的34集 本期的主人翁是有着钢铁侠罗里之称的玛里丽夏 玛里老师出生于1993年,在2014年,年仅21岁的她 以陈海利作为一名正式出道 当时她的身份是S1的专属单体女优 身高只有148公分的玛里老师,非常的适合短头发 恰到好处的低罩杯,以及长着一副和原早安少女组成员 后腾珍惜有着几分相像的罗里脸 然而,她内心却是小恶魔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反差 因此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根据她的第一部作品所说,她出道的契机是因为被星探发现 加上自己好色的性格,以及对演艺圈的兴趣 在面试的一周之后就决定拍摄了 而事实也证明了,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意外的是,出道9个月之后 她告别了尊贵的专属单体女优的身份 开始接拍大量的印和作品 从此告别了她青春偶像的形象 这一转变,确实让很多的粉丝大为欢喜 甚至一度成为话题 这个时期,她还接拍了一部电影《不良女高中生》 对于演技也有一定的提升吧 然而诡异的是,人气如此之高的玛丽老师 却在2015年的7月份 把一名从陈海利改成了《广赖莉莉》 据说是想称一下当时《广赖莉》的热度 很明显,片山就是想把它打造成暗黑界的《广赖莉》 然而事与认为,这个改名样玛丽老师一蹶不振 于是在三个月之后,她又把名字从《广赖莉莉》改成了《楚润莉》 因此不难想象,一年时间里面改名三次 2015注定了是玛丽老师人生中最为混乱的一年 事业也跌到了谷底 即便改名为《楚润莉》 也只是维持了半年的时间 如此的短命,搞不好就此退役也是有可能的 好在玛丽老师及时的调整 即便是在她最低迷的时候 也没有跑到夜总会去当祭司 而是去一边打工维持生活 一边静下心来研究拍摄 为今后的付出做好铺垫 终于在2016年的三月份 她把一名改成了《玛丽丽夏》重新出道 长时间的隐忍和磨练 终于让她在第四次的改名 重新回到了陈海丽时代的步调 人气也开始飙升 被粉丝们称为难以自信的复活 还给了她一个称号 《世间鱼》的女优 《世间鱼》指的就是成长过程中不断改名 却越来越肥美的鱼类 但由于之前的爆红跌到了谷底 对于年纪上轻的《玛丽老师》来说 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也让她变得非常的孤僻 出席活动的时候 对工作人员打招呼视而不见 拍摄的时候也不和其他的女优交流 即便是当红的女优 也不会这样子吧 所以当时受到了不少的非议 然而那时候的《玛丽老师》只是想一个人躲起来 避免一切与人交流 好在最终有一个改变她的人出现了 就是被称为《自止屁》的女性制片人 她接触《玛丽老师》 开始尝试让她敞开心扉 交往的过程甚至双方还吵过架 有一次《自止屁》送《玛丽老师》回家的时候 她还被《玛丽老师》痛扁了一顿 说 你实在太烦人了 不要靠近我 现在听起来虽然很搞笑 但其实女优殴打制片人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好在《自止屁》一心一意去感化玛丽老师 慢慢的 玛丽老师也走出了内心的阴影 开始改变对身边人的态度 最后还和很多的女优一起 组成了《自止家族》 《自止屁》耐心的引导和挖掘 使得玛丽老师的魅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 在2018的AV Open上面 玛丽老师夺得了两个部门的第二名 还获得了DM最佳女优奖的提名 实现了大跃进 她的成长也成为了现今许多女优的榜样 记得在2014年她出道的作品当中 玛丽老师曾经说过 初次体验是在18岁 经验的人数是三个人 那么这种片商为她安排的小故事是真的吗? 其实年轻时的她 性格非常的内向 在读初高中的时候都没有男朋友 而且初次的体验是在19岁 比她所说的18岁还晚了一年 但如果你觉得 这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故事 那么朋友你真的太年轻了 因为她在读高中的时候 居然和一个女生交往了 而且不但交往 他们还做了羞羞的事情 玛丽老师还是扮演男性角色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难怪她之后跟追命空那么的要好 还组成了一个什么天空茉莉组合 原来是有原因的 直到她19岁的时候 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的体验 对方是所谓的乐队成员 当时玛丽老师心态就是 算了吧 20岁之前解决就好 由于当时男方比较穷 连宾馆都租不起 于是他们晚上跑到了公园里面搞定 反正什么长凳滑梯 都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据说最后是在鞦韆上面解决的 嗯 果然是一名很有潜质的演员 经过了四次的改名 以及失业跌到谷底 现在的玛丽老师不但成长成为了 一名演技一流的女优 还是业界首屈一指的铁人形象 她的经历更是其他女优 范本教科书班的存在 现在的她可以在任何的企划当中 自由地切换角色 所以也被称为百变先生 而这位钢铁侠帮的罗莉 经过了自己长期不懈努力获得了成功 这必将受到后备门的尊敬 以及被业界所依赖 好了 本期的视频先做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 请不要订阅该频道